什麼是Enum? Enum全名Enumeration 在中文裡面叫做列舉或美舉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資料型態 如像我們之前影片介紹的Victor3或是Udin2 需要透過我們使用New韓式 並且輸入參數才能夠創建這個資料型態 Enum它不需要透過任何韓式創建 在Roblux API中已經有了一個頁面 展示了Roblux已經幫你準備好的Enum 我們在腳本中只需要輸入Enum 就能夠取得並使用這些Enum 例如一個part的material屬性 就需要使用Enum.material 來告訴Roblux 我們想要將這個part 變成哪一種Roblux已經幫我們準備好的材質 這些材質都有一個名稱對應值和描述 你可以在Roblux API的網站上 找到對應的Enum頁面看到這些說明 為什麼我們需要Enum 現在這些part的材質分別是 Plastic、Wood和Glass 你可以說這些part的材質都是一種狀態 而Enum就是將這些狀態給整理起來 好讓開發者們能夠更方便的來做使用 例如現在這裡有一個門 一個門它會有開啟和關閉這兩種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說開啟和關閉 就是這個門的一種Enum 列舉 一個門現在的狀態要不就是開啟要不就是關閉 這個門不會有其他我們不曾定義的狀態發生 不過在實物上 這種只會有兩種狀態的二分法 我們通常都會使用 布林值、Booling、True或False來進行描述 所以你也可以把Enum想像成一種 擁有更多狀態的布林值 我個人認為你自己想得通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這方面更專業的知識或解釋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更多人知道 那麼Enum究竟可以做什麼呢?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Material以外 在Roblox中還有非常多不同的Enum 提供給我們做一些判斷或者是設定 例如Humanoid Stata Type這個Enum 就是用來描述一個Humanoid的狀態 一個玩家的character裡面擁有一個Humanoid的Object 我們可以藉由GateState的函視 或是StataChange的Event事件 來得知我們玩家目前正在操縱的角色 它目前的狀態 例如Running、Jumping、State 我在以前實作二段跳的影片中就有寫過 使用GateState來檢查玩家如果已經死亡 就不能執行二段跳的一判斷式 還有使用ChangeState的函視 將玩家目前的狀態改變為Jumping 來達成二段跳的效果 又或者是我們未來在使用User Input Service 偵測玩家按下的滑鼠鍵盤搖桿 或是手機和平板螢幕的觸碰 也經常會需要User Input State User Input Type 還有Key Code 這些引浪列舉的幫忙 不過這些將會在我們之後介紹 User Input Service的影片中有更加詳細的介紹 如果你也想看見這樣子的內容 希望你現在馬上幫這部影片按讚 讓我知道 這能夠很大的幫助這個頻道 推薦給更多想要開發Robus遊戲的人 我們剛剛在介紹引浪的時候 有說過每一個引浪裡面的狀態呢 都有屬於自己的名稱和對應值 我們實際上在腳本中需要使用引浪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名稱或者是對應值來進行使用 不過在Robus A拍中有提到 使用這種引浪的完整寫法 是Robus官方比較推薦的 畢竟誰閒著沒事會去記引浪裡面 每個狀態的名稱或詞 你說是吧 那麼如果今天這部影片有讓你更加了解引浪列舉 對你開發Robus遊戲有幫助的話 千萬別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未來克拉克會製作更多關於開發Robus遊戲的相關影片 點擊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未來更多更精彩的內容啦 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